我這樣很緊張耶 不用緊張 完全都是不難的題目 好 來喔 喜歡被稱帥還是可愛 帥 血都可以 只要大家喜歡就好 喜歡長髮還是短髮 短 喜歡年紀大還是年紀小 大 喜歡可愛還是性感 可愛 先洗頭還是先洗身體 頭 喜歡貓還是狗 貓 貓的話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安靜 可能跟我的個性比較像 就是 牠可以自己生活 就是牠可以自己處理好的自己 可能你趕快撒嬌的時候才過來撒嬌吧 這個跟我就是相當相 就是比較傲嬌一點 所以你說你是比較傲嬌的人嗎 是這樣嗎 不是 也不是就是比較高人 也不是高人就是 比較能夠打理好自己 獨立啦 獨立啦 我們會說是獨立 獨立 喜歡吃飯還是先吃麵 飯 你去日本訓練的時候 應該會有吃牠們什麼烏龍麵 之類的什麼 拉麵之類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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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的白飯跟台灣的白飯是完全不一樣的 去日本就可以知道牠們白飯是多好吃 我可以直接吃白飯配味噌湯 或是白飯然後 蒸湯然後加醬油 就醬汁嚼嚼直接吃 最喜歡台灣的哪裡 台中 最喜歡的歌手或演員 泥龍浩 我覺得牠的歌 感覺比較好唱 所以就會 常常聽牠的歌 然後 就是 可以練牠的歌這樣子 比賽前最喜歡聽的歌曲 沒有限 緊張的時候怎麼辦 下呼吸 接下來是雅韻 你的目標絕對是會放在金牌上面 我覺得就先按部就班吧 就不用太去想說自己要 不會太在意自己的目標在金牌 把它看得太重 因為訓練都是有計劃性的 我覺得都是 就是交給這些專業的人去安排 那我就是按部就班的把這些 課表完成 然後去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在自信心這個方面 其實已經透過這次的比賽 能夠更加的有自信吧 所以我覺得 心態方面當然就是會更成長 所以我覺得 還蠻期待看到自己 可能在下一次表現 或者是三年後的發力教育 謝謝ET2DAY在冬奧這段時間 能夠讓更多人 知道我們台灣體育人的努力 然後跟team我們中華隊的選手 一起集氣加油打氣 我覺得這是讓我非常感動的 然後要謝謝ET2DAY 謝謝